在韓劇當中 我們經常會看到的 這個無人拉麵店 陳妍現在台灣也有了 對 之前我有看過節目介紹 我就覺得很好奇 因為他進去以後就是 他整個過程他都拍 就他投幣拿到拉麵 然後他可以隨便加那個泡菜 還有玉米 豆芽菜 看你要加多少 當然就是那一碗 然後配料你可以一直加 對 我想說這種 對我來講最划算的 我就叫一碗泡妹 我把他整家店的泡菜都 把他吃完我才走對不對 不過這個台灣也開始引進 因為24小時量飯店 你看像這個是在桃園經國店 他基本上他就引進 因為其實很多人 真的很喜歡吃宵夜 或是我們講夜宵 到底哪一個講法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都講宵夜 什麼時候變夜宵 然後他就提 他就在這家24小時的店 他就做了一個自助泡麵區 然後引進 為什麼 因為可以帶進人潮 譬如說我現在肚子餓 我去買什麼麻辣燙什麼的 他有泡麵我就去那邊 然後我吃完泡麵很熱很辣 我就順便買個飲料什麼 買個飲料就又買個餅乾 又買個啤酒 買一買又一堆了 這會不會是一個機會 確實 那當然泡麵 其實你到超市你也可以拿 其實這個是無人區 因為減少人力 可是其實到7-7不是也可以拿泡麵 加熱水也可以吃嗎 這個我就比較想不懂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有 當然沒有辦法讓你那個 豆芽菜玉米泡菜吃到好 這個是很吸引人 這個很吸引人 當然你到了7-7的泡麵 你就要去想什麼泡麵好吃 其實現在我們上次節目講過 要有辣的泡麵才好吃 所以韓國泡麵 最受人喜歡的是哪一個 鞍城湯麵 你有吃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 辛拉麵這個大家都知道 現在最引起大家注意的是什麼 火雞麵 我原本以為是火雞肉的麵 不是 火是火辣 雞是雞肉 火雞麵 就火雞麵 廣受歡迎 它這個是三養食品推出 2012年推出的 叫火辣雞泡麵這個品牌 全球90個國家 現在社群媒體還有這種 吃辣麵的 辣喔 辣麵的比賽 你知道找了這個李多惠瑤 不是 李多惠 找李多惠 然後來 他還跳了 我示範一下 好樂 好樂 真的好樂 流汗 流汗 他就跳了這個舞 這個舞 那當然這個辣麵 火雞辣麵 聽說是真的很辣 因為陳業喜歡吃麻辣鍋 聽說他是真的很辣 跟你講啦 來 看一下 他說多辣你知道嗎 他說是塔巴斯庫醬的兩倍 先幫我切下一張 他們剛才可能沒有聽到 我想 因為專心看你跳舞 那他說有多辣 4404什麼什麼什麼 SHU 然後那是塔巴斯庫的兩倍 他是一個史高維爾辣度淡味 不是 兩倍很辣嗎 兩倍 兩倍喔 而且要很快的吃完這個火雞麵 還找了BTS這個叫什麼雞麵來吃 吃完以後誰還感謝他 金庭修就是他們的這個執行長 我跟各位講 這個有什麼 你說多辣 兩倍 來 看一下 你也要挑戰嗎 看一下 來 老婆 這個是喔 真的喔 裡面紅紅的 對不對 不喝水嘛 兩倍辣嘛 挑戰不喝水 而且要很快吃完 最快吃完火雞麵 所以你要在不喝水的情況 真是要趕快把它吃完 你現在還好嗎 我昨天 今天一整天都沒吃 所以我現在整這一碗麵 整很久了 你覺得真的很辣嗎 好吃嗎 不會啊 不會很辣喔 好 那不要喝水 不會很辣 不會很辣的 不會 真的不會 對 可是後繼蠻強的 我跟你講 重點是不能端下去 你不是要挑戰 人家BTS這一位 沒有 我沒有說 我要參加這個挑戰 我是說這個影片 不是 不會很辣為什麼要喝水 我沒有說我要參加 你懂嗎 我沒有說我要參加 我是說他比賽不喝水 我沒有說我要參加 但好不好吃 好吃耶 對 因為他的推手 其實是豪門媳婦 不是 這個後進很強 喔 那你故事還有辦法講嗎 可以 我跟你講 這位 這位叫什麼 金庭修是吧 這個有點辣 華爾街日報就在講說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金融風暴破產 他其實是媳婦 他是三養食品的媳婦 就是我們講豪門世家的媳婦 可是破產了那怎麼辦 對啊 就是說他還帶兩個孩子 公公說你要不要來當業務主管 好吧 他就去想辦法當總務降低成本 對不對 還要去找你算哪根蔥 就是便宜的蔥 然後到馬來西亞 去找較低的棕櫚油 真的有點辣 然後2010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還沒有火雞辣麵 到了2010年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跟女兒去用餐 就發現那個店裡面的辣 有點讓他覺得不舒服 可是旁邊的人吃得很開心 他就想說 那個辣還會讓口水一直跑出來 然後他就想說 如果是這樣我們的泡麵 因為他們本來就做泡麵 對不對 我可以做一個辣的泡麵的版本 為了做這件事情 他研究各地的材料 你知道嗎 一千兩百隻雞 兩噸的醬料 然後去調配各地的辣椒 跟辣的這個調理 花了一千兩百隻雞 跟兩噸的醬料 才開發出這一款 才能做出這個火雞辣麵 我們要先進廣告 也要待到旁邊去繼續吃完 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的是 在油醬的部分 如果接下來 有可能上漲的話 會不會讓通膨更嚴重 美國降起的時間 有可能再往後延嗎 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